大家好,我是Wing,歡迎收看《鋼鐵紅生4》的影片 今天繼續回來玩這個的加拿大 最後我們成功佔領了班加西 包圍了意大利六個部隊 兩個部隊才對,還有四個的德國寶冰士 而且德國的寶冰士的編制是比較強的 如果我印象中應該就是九部再加一些支援連 大家可以見到其實他們一個師都有1到11個的火炮 至於海軍這邊,上一集就是英國給我們7艘的驅逐欄 但這7艘驅逐欄都比較低倍 而且我們不可以去改裝 可以看到我們不可以去改裝 與此同時我們六艘驅逐欄 這個護航艦隊當然繼續在比斯海灣 進行運輸船隊護航 因為我們的航母艦隊更正在建造中 更需要一艘驅逐欄和一艘驅逐欄 當然我們的艦載飛機也正在訓練 很嚴重 35艘艦載飛機 40艘艦載飛機 爛艦載飛機 最後我們進行的過測是城陸戰爭 我們回到北菲 把時間流動起來 紫石一體原來是續生國的7個師 但全部都是德國的 應該是德國比意大利的部隊 難怪先前在北菲打得這麼辛苦 城陸戰爭的國策完成 是一個選擇蒙德利爾實驗室的合作 完成之後 應聯邦科研增加5%的科研共享加成 與此同時 因為我們完成了城陸戰爭的國策 我們可以將精兵法案 改為有限精兵 即是人口2.5% 如果我們要進行這個廣泛精兵 我們需要完成一個的國策 叫做命約天定 以前我們的裝備都比較多 最主要是這個寶兵裝備 火炮的數量比較少 支援裝備都比較多 我們可以多訓練三個寶兵師出來 在北伊秘魯士這個地方 其實同盟國已經包圍了 卓星國大量的部隊 但是沒有進行這個殲滅 既然他突然這樣殲滅 唯有派我們三個的步兵師 搭這個運輸船過去 英軍的難隊應該會保護我們的運輸船 應該啦 換好方式 最後雙方都突破了 反而是我們的鋪隊 我們同盟國成員的部隊 給做雙方爆圍 我都知道他們守不住了 當然是當然 我們去希勒的島嶼防守 為我們的航母升級 更換了更加高級的防空炮 更加加一個副炮 選擇我們的航母 更加選擇這個升級 大概需要五十一日 兩隊護航艦隊 更加調到中地中海 因為我多點 我們來等待陸軍 要進入海軍登陸 用得利爾實現實的合作 的國策 完成 最後我們選擇S 完成之後 我們將會獲得加10%的波翼速度 我們的陸軍 當然已經準備好登陸了 選擇吧 三個部隊打人家一個部隊 我們應該可以登陸的 好 我們登陸了一個部隊 登陸了敵雷波 我們選擇一個杯手一戰 等他們可以 在市場面搶回來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手轉這個 這個 我們還有一個部隊 都過來了 然後我們可以畫一條的進攻線 當然我們另外一個部隊過來了 我們可以進入這個包圍 登陸之後更加進入一個包抄 包圍了意大利四個的補兵師 一個騎兵師 一個輕坦師 我們都可以延防我們的陸軍 滑雪 因為我們有100個的陸軍經驗 選擇這個防禦公司 所有普通步兵 及摩托化機械化步兵 這個防禦組織度 加10% 對我來說最主要是這個組織度 完成了北非 更加我們就要來到這個 愛塞我皮下對付這個意大利軍隊 更加設計了一艘重巡洋艦 必要的一個中型炮塔 才可以將一個巡洋 成為這個總巡 必要的防空 更加最高級的防空系統 最高級的雷達 三級的引擎 護炮 更加最基礎的裝甲 上面這邊額外加了一個輕炮 更加有四個撈位 但是因為我們不夠這個陸 海公經驗 因為我們暫時就不選擇 我們做完之後 更加選擇一些裝備 到時再進行這個改裝 我們做一手就夠了 部署在這個開關基地 我們三個步兵師已經訓練了出來 我們在家 更加進行這個演習 等級生 我們才進行這個行動 到時可能登陸這個小小力度 對 我們的六手 驅逐艦 更加在北非東海岸 進行這個運輸船 襲擊 但是因為德國的 德國自帶利 保鎊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裏攔截了運輸船 對面的保駕應該會受不住 而且我們的驅逐艦戰鬥力都比較強 有魚雷、輕炮、引擎都不錯 可能會受到少少傷害,但這些都不重要 其實我們可以自自選擇這個北非海角 無論如何,意大利的保駕當然要經過北非海角 但如果我們只選擇這個東海岸 它可以到東海岸,選擇在另一個海岸 這個紅海和這個保駕都說不定 所以我們選擇一個百分之百會經過的海域 時應的國策都完成了 我們選擇攻擊帝國 完成之後獲得3%、100%加成的挖角技術 大家可以看到 藏俄比亞的意大利軍隊 或是畜生國的軍隊都在撤退 因為最主要是我們不斷襲擊意大利的運輸船 我們一共擊沉了意大利25艘的運輸船 決定這邊就是我們選擇抗擊德意志國的戰爭宣傳 以及其他國家的戰爭宣傳 我們選擇這個德意志國 或是這個意大利國 一次只可以選擇一個 因為我們的目標就是每週支持度加1% 我們的目標是80% 因為80%才可以選擇總動員 攻擊地國的國策人性 下一個我們選擇這個達勒谷油田 完成之後在阿爾帕塔增加30個油 去撐出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燃油十分之短 這時候埃塞俄比亞 我們已經反攻了大量的武力地方 我們只需要將意大利和德國的部隊趕進去 他們就會自動載這個運輸船回到他們的國家 那如果他們回到他們的國家 當然一定會經過這個北非海國 到時候就會被我們六手的驅逐艦擊層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護航艦隊 當然如果可以在埃塞俄比亞包圍他們 直直殲滅他們就是最好的 我們選擇一個強硬進攻 我們的目標就是戰一個摩加迪西港 逼到意大利的軍隊無法在這裡撤退 然後我們可以進行一個機殲滅 好,我們包圍了意大利八個的步兵師 一個的興坦師 其實他們的組織度也不太高 而且是非常缺乏一個步兵 的影響我們直至 上去殲滅他們 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步兵專家 增加我們步兵單位的攻擊力10% 但是我們好像打不贏 所以我們暫停這個進攻 才消耗他們的步兵 現在目前在埃塞俄比亞的所有 已經被我們趕下海了 我們三個新建立的步兵師 更加潛入這個班戒室 與此同時我們現有的三個步兵師 更加都去這個班戒室 到時我們可能會進行一個 一波的登陸作戰 空軍這邊添加一個空軍指揮精神 主張這個全面破 戰略空站 一個加10% 至於海軍司令部這邊 選擇一個海軍學院精神 選擇一體化空軍 達勒谷游天的國策完成 一個選擇約翰英格尼斯公司 完成之後在南安大略 添加兩個建築委和兩個軍用工廠 再添加一個建築委和一個軍用工廠 然後我設計了一手兩棲坦克 我們用四個工廠去生產 目前的生產效率 我們可以一個星期生產 而生產 我們的戰爭支持度 去到這個80% 我們可以去召喚這個總動員 然後選擇這個 暴龍機槍女孩 於此同時我們可以選擇一個 改善工作環境 增加我們的穩定度 但我們的工廠賺出會減10% 而且生活消耗榜會增加5% 海軍登陸作戰已經準備完成了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海軍登陸了 那我們選擇這個強銀將攻 對 目前我們已經登陸了西西里島 一支部隊已經去了墨西娜 那我已經為他選擇一個 背水一戰 叫他去阻擋這些 過來周圍的意大利部隊 那這個巴納莫呢 更是我們 有三個的部隊在海岸進攻 兩支部隊在陸上進攻 但目前已經轉這個 絕對有勢的了 當然 荷蘭的一支部隊都過來周圍 所有部隊去墨西娜 然後 選擇一支部隊去佔領這些地方 取消這個前線 情況有變 一個的意大利部隊 和一個的輕坦斯亞 更是透過西水里國安進入到來 但我們有四支部隊 可以輕鬆聯絡過去的 當補充起電 我們用三個部隊去消滅他們 更是再派一支部隊 用墨西娜進攻防守 好像對面都沒有這個部隊 當然我們可能可以跨海過去的 這個馬尼拉的陷落 但菲律賓已經停止抵抗 因為現在日本已經參戰 看看現在沒有這麼多的政策 去兩線作戰 我們先處理好一條戰 約翰英格達歷史公司的國策完成 第一個我們選擇這個命約天定 完成之後 戰時公債的民族精神 追加這個效果 生活消耗品工廠再加5% 現在我們還有很多的軍藥工廠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兩棲坦克 再做少少的槍 缺少少的鋼 的話就去和美國買 我覺得今集就先到這裏 等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